SELINE的包包 哈囉 大家好 今天呢 來分享一款SELINE的包包 那這個包包呢 算是比較新款的 凱旋門皮革的那一款 然後我現在就開箱給大家看一下 登登 我已經拆過了其實 然後它本身呢 有黑色跟棕色 但是通常呢 就是我都會選棕色 因為棕色我覺得就是 夏天你穿淺色衣服 或者是冬天穿深色衣服的時候 都會覺得顏色還蠻跳的 就是是一個配 就是扮演一個很好的配件角色這樣子 然後它是磁吸式的 其實也還OK蠻強的啦 對 然後打開之後 它的背帶是不可以就是拿下來的 然後打開之後 裡面的夾成是這樣 那它裡面基本上就是 圓皮革的內層 我那時候也有特別問了一下櫃姐 因為其實我不喜歡那種人造纖維的 呃 材質 那它是跟我講說這個就是那個 原則上就是 就是這塊皮革的內層這樣子 然後呢 手機那些當然就是沒有問題 大概 放一下容量給大家看 然後 我的錢包 短夾 基本上長夾是沒有辦法的啦 然後卡包也可以 而且 這種圓皮的 我覺得它就是會越用越漂亮 然後 越有光澤 然後這個是口紅啊 或者是像這種 乾洗手 我看一下我這個如果是這樣 因為它下面有一個圓弧度 所以這樣也OK 這樣 也還可以 對 然後它就是 背面就是這樣子 我把它拆起來 等一下試杯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對 這個是相對比較新款 然後 像它們 把 拆掉 那基本上呢 它們家就是那個 像那個WOC 它的扣 它就是那種一粒一粒的東西 呃 就是 調整背帶的地方 它們這裡有五個 然後呢 我個人喜歡這一種 調整方式 好像比較方便 比較快速的感覺 但是 嗯 哎唷 它這裡有一個 就是這個 褲子 這樣拔起來 然後這邊有些色力 這樣子 可以寫配 而且它是可以沾的 蠻好的 對 好 試杯給大家看 先看一下它的細節好了 就是這邊跟 就是它整個Logo 那因為它是全色系的 它今天如果是金屬 你可能會覺得 哇 too over 就是太過了 就是Logo太大 但是因為它就是整個都是皮革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 會覺得它是一個包包的造型來的 然後 底部也還蠻寬的 斜杯 那它圓弧形的 其實它圓弧形有一個好處 因為它如果今天是正方形的 你可能會覺得它真的還蠻大的 但是呢 因為它是圓弧形 有一個弧度 就會覺得視覺上看起來沒有那麼大的感覺 然後又很夠妝這樣子 對 然後是磁吸石的 對 就是 在亞洲的話是 我覺得是 就治安上啊 蠻安全的 但是如果是那個什麼 在歐洲的話 你真的就得要背在前面 會比較 相對比較安全 然後這個 五個洞 就是 我 我一百五十八 所以我通常都會挑到最短 如果想要背短短的 然後 把它 就是包包拿到前面的話 就是背這個Size 會比較好 就背這個長度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好像 抱 有一點 不到胸前 但是 就覺得你這樣手hold住 好像比較剛好 所以就會覺得比較有安全感 不知道大家就是 歐洲 來歐洲旅遊的時候 會不會有這樣的想法 OK 試背一下這一個 新款的包包給大家看 然後它的厚度 是這樣子 背部 是這樣子 然後呢 我是用在中間口的部分 就是 它有五個嘛 然後我是用在中間 然後這一個其實可以拉上來 然後鞋背的話 是這樣子 就是其實可以自己挑 然後我是158公分 鞋背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覺得它就是 它的厚度不算太厚 所以我覺得還行 就是不會覺得它很礙事 如果比較寬一點 然後它再加上它的體積 就是寬寬的 這樣子 這樣子 基本上就是也還蠻好妝的 然後這樣子 其實這種皮啊 我剛開始也會覺得 還蠻怕會刮傷的 然後 可以看一下我這一個 就是其實會有一點痕跡啦 但是 我覺得不至於到說會刮傷很嚴重 而且它的皮革摸起來 非常的soft 所以是會 還蠻 就是很好摸這樣子 這個是我人生之極的 我大概已經 背了兩年多了 那 也是就是正常使用 沒有說 特別說 很 很小心的背啊 還是怎麼樣之類的 對 然後這一個 可以比較一下 它們兩個的厚度 對 這一個還厚了一點點 這樣子 並將一下 嗯 欸其實是差不多的 只是它多了一個蓋子 這個多了一個蓋子 這個多了一個蓋子 其實它們兩個厚度是差不多 是一樣的啦 應該嚴格上來說是一樣 只是因為這一個多了一個蓋子 對 然後這個是 就是 拉鍊的 那這一款的拉鍊呢 我覺得它 沒有到超級順手 跟那種 橫的比 沒有到超級順手 但是也算蠻好用的 對 OK 然後 就試背這一個給大家看 你看 然後如果你想要背短一點的話 嗯 背短一點 因為其實我 在歐洲就是會穿外套嘛 那所以 我覺得這樣子的程度 比較OK 那如果說 我現在用到最短 如果最短的話 就是這樣子 就是看你個人的習慣 最短的話其實也OK 但是如果穿了外套 就會 又往上拉一點點 因為會變厚嘛 那這樣子 其實在歐洲 我覺得背這樣子 是 還蠻就是 蠻安全的 就是可以這樣子 手可以這樣子hold住 對 然後自己 就會感覺 比較安全一點 安安 希望你們會喜歡 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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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